大家好,这里是佛之缘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11月份吉韵主动上门,职场进展顺,赚钱时机多,富贵可图的生肖,生肖龙。 鼠龙的人在职场中特别地受人尊重,因为他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讲究公平,所以在与他人沟通的过程中,总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在对待朋友跟家人的关系上,他们是帮力不帮亲的,他们也不会因为关系的亲疏关系,而作为他们去判断一件事情好坏的标准,所以他们为人公正,这一点能够为他们赢得所有人的尊重,拥有非常高的威望。 所以他们在进入11月份之后,他们的地位将会为他们打开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同时也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合作机会,11月份对他们来说就是赚钱的好机会,要好好把握住,这样才能够提升他们所有的发展。 生肖兔 属兔的人在今年贵人生肖是属龙、属羊、属猪,预示着事业顺利。 在11月属兔人不如商官做财寄运,越干透出商官丙火生了越见地之虚土正财。 且在事业方面比较理想,贵人的帮助,让你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干,会有欣喜的成绩。 而财运方面,可顶住压力,获得不错的收益,令人眼红。 你的聪明才智得到发挥,如果可以坚持不懈努力,抓住机会,生活定将策马奔腾。 生肖牛 属牛的人为人真诚,他是肯干,是一个不怕吃苦,任劳任怨的生肖。 在生活中属牛人虽然有些木论,但是却有真性情,坦率正直,不耍心机。 今年十一月份你们命有吉星高照,属牛人运势会全面上升。 事业上有天德和文昌两大吉星庇佑,好运主动找上门,工作进步神速。 各项目都迈入正轨,财运亨通,富贵可图。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孝口敞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愿三宝加持和富佑。 这七大生肖,十月不挣钱,十一月赚大钱。 风水轮流转,人的财运也是这样,没有谁能一直都得到上天的眷顾。 也没有谁能一直倒霉不断,总会犹豫过天晴的时候。 这些人,恭喜你们,你们的好运要开始了,而且还会持续很久,赶紧接服。 下面根据生肖命理推算,十一月开始,七大生肖,财运大爆发,大富大贵挡不住。 恭喜,生肖虎,阳气旺盛,先是好运加身走大运。 后招财俱财,生肖虎的人他们数向五行数目。 八十六,九八年生生肖虎的人,十月过得一般般。 进入十一月阳气旺盛,月之五行水汇聚构成水生木之局,先是好运加身走大运,后招财俱财。 有望一改早期真的努力了,但就是不见钱,生活难以顺心,运势闭塞的现状。 另一方面对于少部分生肖虎的人而言,失业中当下虽挫折不断,但是通过沉下心把入向清。 基础打牢,随着人脉逐渐宽广,往后诸事发展顺利。 恭喜,生肖龙,吉星照耀,没运散,好运来,身体棒,才运望,生肖龙的人他们能力不错。 商业头脑出众,天生自带幽默细胞,爱开玩笑,11月开始命功得露存,吉星照耀,财神相助届时没运散,好运来,身体棒,才运望,如果能接住好运,定能享福无穷。 另一方面生肖龙的朋友,未来几个月月出资理财方面很顺利,而且还有意外收获,同时要注意,可以适当做副业或者投资等, 相信有志者是进程,经过这些努力,不久的将来事业财运均能越过越旺。 恭喜,生肖龙,财神相助大财小财一起来,生肖龙的人他们脑洞比较大,为人低调。 典型的乐观派,乐多优少,到了11月好运缠身,财神相助大财小财一起来,若能把握住此番好运,生活以后将悠然自得。 另一方面生肖龙之人,接下来几个月福字当头,生活的辛苦一扫而光,同时应该注意,想办法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相信滴水都可以穿石,经过这些努力,日后生活迈入新台阶。 生肖龙人的日子,可谓是蒸蒸日上一点都没有过,有了福气的到来,财运都会越来越旺。 恭喜,生肖猪,横财滚滚进门,多到数不胜数啊,生肖猪的人到了11月,好运也越来越旺盛。 有望告别早前阵子遇到了不少麻烦,财运欠家,猪是难顺的现状。 到时候横财滚滚进门好运连连不断,获得的硕果让他们更加有信心。 另一方面对于有些生肖猪的人来说,虽然打盼事业很累,但是只要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随着实质运来,往后事业发展顺利。 生肖猪的人会在11月开始之后,采运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是横财方面,多到数不胜数啊。 恭喜,生肖猪,没运伞喜事来,横财偏财全都来,生肖猪的人温柔简单,助人为乐。 到了11月没运伞喜事来,一路采远滚滚运失望,假如顺利抓住时机,定能志得一满。 另一方面,生肖猪的人往后几个月事业会迎来高峰期,成绩十分出色,同时应该注意。 哪怕再忙也要抽空多陪陪家人,相信有志者是进程,经过一番努力,未来会取得很不错的成绩。 尤其是在财运上面,经历过大灾大难之后生肖猪的人,横财偏财全都来。 日子是越过越顺,真让人羡慕,恭喜,生肖猪,阳气汇聚,日进斗金生意望,生肖牛的人五行熟土。 85年生生肖牛的人到了11月,阳气汇聚,月之五行火王构成火生土之举。 运势进入了上升阶段,日进斗金生意望,有望一改之前一段时间,身边男友大喜事,生活难以顺心,麻烦是较多的状况。 另一方面对于部分生肖牛的人来说,事业中当下虽挫折不断,但是通过多思考,借鉴同行或优秀者,随着能力提升,不久的将来业绩中能取得好成绩。 生肖牛的人大气晚成,但富贵却是十二生肖中晚年命最好,钱最多的哦。 恭喜,生肖鸡,日后一路贵人运望,家人享福不断,生肖鸡的人力所能记住人为乐。 胸怀坦荡,同是天生就善良温顺,十一月月份福德宫的地界即兴庇佑。 届时运势一飞冲天,横财加身将会迎来满门富贵,把握好运,富贵日子将会在后头。 此外生肖鸡之人不要把遇到的不顺烦心事,影响到自己的家人,日后一路贵人运望。 家人享福不断,难无大慈大悲观识音菩萨,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勋化吉。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 财源广尽,笑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万寿如将,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如意吉祥,愿三宝加持和护佑,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自立等人,大愿就可以实现。